太可怕了 新疆暴力困难点不是鼓励的 也不是个案 不仅仅是独狼式的信息 不是 特别挑战的是他们在暗处 他们主要招募的对象是 大部分都是亲密群体 我说这个案件不大多 我说这个案件不大多 我说当年一头背后一头的两年人 首先把我们内部的两边人 我们先铲除 我要把这些侮辱企图的这些孩子 我要把他们拉回来 他牵挂的孩子已经找到了 王叔叔在家的 他真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那是神经病 他真是神经病 他真是神经病 所以看到了 他真是神经病 所以我们正在深远地 你认识玩家 他真是神经病 你是不是神经病 他真是神经病 你不是神经病 我真的想到你 这小院一只落叶子在打理 这种西红丝呀 辣子啊 老人是很热爱生活的 对 老人很热爱生活 他每天在院子里的时间很长 对 每天早上一早就下来了 打理他的小院 反正一进到这个地方 这个院子 想起来露人 从5月22号那天早晨 出去以后 这么一回来 回来 就是面目全非 你像我们朝夕相处的 我都没认出来 警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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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每天想起来的警察 这些事件继续拒绝了他 小房车 救护车 特惊讶 很多人躺在地上 两辆的SUV正在冒年 咱们这个公邀北街这个早四 那个团队是新鲜 价格也实惠 当时我专门问了主犯 他说嘛就是他们值钱多次踩点 他们想的死的越多 他们认为自己惊天堂 两个月夜车已经爆炸了 有10个尸体 我们确定是犯罪嫌疑人 你看这个县城 当时处置的情况 死了39人 上了90多人 当时是很危险的 还有个二次爆炸的可能性都有 当时我去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这个案件 是一个暴力恐怖组织 或者是团货 不仅仅是独狼式的袭击 因为它的爆炸装置可能多 它就不是一个人 两个人做出来的东西 乌鲁木齐十十万以后 他们终于在和田 披萨再次再搞次第这些案件 它的原料是从哪里获取的呢 他们从这个网上购买这个 这个国木三家啊其他一些原料配置的 他们在那个网络上 在境外的这个网络上学的 还找到别的证据吗 有 它的那个手机啊 它通过那个聊天工具 他们跟境外的联系 下载保控视频 其实也是从和田拿来的 做案件把气子挂到这个车顶上 它要表明什么呢 它表明他们生战了嘛 它就是这么一个在自杀式的 搞得破坏活动 想到最多的是什么 都是人啊 这些暴恐分子 我也不知道他们当时咋想的 他们家里头就没有父母啊 儿女啊 怎么这么狠啊 从恐怖袭击发生 到这个主要犯罪嫌疑人 归案差不多就是六七小时 声讯以后就把案件整个情况搞清楚 以阿布里斯为首的一个暴力恐怖团伙 制造了这些案件 当天他特别难给他讲国家的政策 国家的法律 他根本就听不进去 所以我从这个宗教的角度 给他讲解 他就坐着看着我 当时有人像你们这样的详细 给我讲解什么叫伊斯兰教 《古兰经》里面到底讲的是什么 我不可能参与这个恐怖袭击案件 他们也是个受害者 为什么呢 他们是中的这个三国势力的毒 指挥他一个多名字 他培养到那个基础以后 你指挥他你让他去 就像你像甘肃兵一样的 征判的价值就是 防止这个后面像王二长的残忍的案件发生 Kadir Mehmet is a highly respected veteran of the Public Security Bureau of Uwumqi He has solved numerous cases He figured out the attacks the attacks were part of a region-wide network 我们可以看到 新疆在发生这些多个暴力控制 不是这个鼓励的 他有同一的智慧 同一的策划 而且他有目的性 也讨厌 Years of investigation have shown Kadir Mehmet the big picture He says the terrorists are working in the shadows forming a vast network His job is to bring them to light Extremism ruins lives Young people are radicalized in various ways 第一次听的时候 音响不是那么的深 只能让母亲满意了 才能进天堂 这之类的话 后面慢慢的慢慢的就开始讲 圣战圈教进天堂 太可怕了 小的时候她是特别爱学习 在学校也是第一名 她里面所讲的 还要女人乖乖地坐在家里面 然后我想的 我还要继续上下去的话 我更不是要往反的方向走 不如我放弃我不上了 我就坚决不上 特别生气 这个极端思想把她争害了 我当时也挺向往别的国家的 我也想过那样子 去迁徙到别的国家 参加圣战圆 In 2012 Amira Mouhdeh was convicted of inciting jihad and extremism online and other crimes she was sentenced to 10 years 她认为自己非常懂 她非常愿意为 就是所谓的圣战 去贡献自己的轻冲 当时我认为我自己做的 都是对的那不算犯法 我的后果会怎么样 我是想过这个 但是我想到我现在的目的 就是进行圣战 我要把这个进行到底 进监狱以后 还是脱离不了那些思想 然后又一次选择犯罪 In 2018 Amira was convicted of conspiracy to commit murder and arson in the prison her sentence was extended to 2035 Radicalized individuals can be a hard case Abdutour Suntoghti is serving nine years for inciting terrorism and other crimes 你现在依然没有觉得自己 触犯了法律或做了错事 是吗 为了真主 你可以去杀人 你现在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肯定是什么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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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天堂那么美好你为什么现在不去天堂呢 你没有觉得你受欺骗了吗 我又会用我专门的谁命 你相信一天你还是会变的吗 我只是在世上的留下一个群个人 我若天赶快史上的父亲 我已经有生气所以在人生气 这次起来是一个人生气 你答案了你认识得最后一天你还是会变的吗 比较女生气 她是个部阶学者 她是一个室教师合体力的事 她是自己的理想 能不能多做了吗 是 她说她研究了为什么一些年轻人 成为逆人选择的目标 和如何带他们回到平常的目标 我们会发现有一部分罪犯 它是非常顽固的 这正好也就是那个 反社会人格的一个特征之一 它就是不太容易改变 就像是一片眼瞼地 板结的眼瞼地 在这样的眼瞼地里 你是种不出什么庄稼的 那这部分人呢 他可能既渴望 他又要把你往外推 他对那个极端 对那个极端宗教的那个 狂热的那个追求 它是一种扭曲的状态 那我们在咨询中 我们就会去跟他一块去寻找 那我就会跟他不停地 我让他回到现实里 他以为他追求的那个东西 是他需要的 我们要给他建立一个链接 那这个时候 这个咨询是带来的温暖 他会慢慢地去内化 他们可能会第一次认识到 原来我还不了解我 如何避免这种 像刑期结束以后 又回归社会的人重犯呢 那他走向社会以后 那可能家里要重新去认识他 重新去接受他 那么社会可能也要给他提供各种各样的一些机会 就业的 接受教育的技能培训 仅仅在我们监狱对他们进行这样的一个工作 是远远不够的 现在就是真正认识到自己 我真的是一个无知 无知 傻瓜 我就不断地和他进行谈性谈话 这一块 我想到从他的这个情感方面 和法律的这个认知方面入手 之前我认为这个法律 这个词语是一个 离我们的生活是特别遥远的一种 我更希望的是他们自己能够真正地从内心能够有个蜕变 我所向往的那个天堂也是虚构的 他就是一个毒瘤 我认为真的要严厉打击这些非法的这些的 一些传播的这些不良信息的输入 我最对不起的就是我妈妈 她对我抱的希望特别大 我就是想做一个好女儿 我是一个警官 但我更像一个老师 我要把这些误入企图的这些孩子 这些学生 我要把他们拿回来 我们不要怕这个 一次一次的谈性谈话没有效果 我们自己不能放弃 我们要坚信 他们一定会改变的 最近身体怎么样 最近身体特别好 视频会见开 爸爸工作吗 爸爸过去看 妈妈和哥哥来 对对 他们都挺好的 好 一定要给自己给我信心 谢谢教育 谢谢 我们乌鲁木齐是自治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那么敌人的破坏他在瞄准的乌鲁木齐 一些的事件 没有被公开 并没有公开 并没有公开 这就是一二一一 一个专案 他们准备在乌鲁木齐 在多地 要搞爆炸 砍杀 如果这个案件不大 可能乌鲁木齐就会有 这个是这个暴力控制团货 他们家里面是基本控制了这个团货 两个女儿也参与了 他爸爸是头目 两个女婿也参与了 他们在发展时发展了十几个人 他们准备把那个米奇瓜搞个炸弹 把那个车要准备开到那个油耗商场里面 我们打击的重点到底在哪里 提前破掉 油木齐 但破掉 也是最难的地方 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多了 特别挑战的是他们在暗处 他们时刻可以看到我们的行动 但是我们看不到他们的计划 如果是我们软了 可能带来更多人的死亡 也是学的教训得出来的经验 我能不能去多美丽 团家 复兴 我就希望他们能不能去 无论 在微独身的可能性 总据 debe动 是 pratique 师傅 这个 他说很多年轻人都被瘦了 投资者,杀了两个人 能够解决这个系统 极端思想的温度形成一个氛围 其次是我们内部的两面人 对他们已经安装勾结 对他们创造一些环境 这个展板就是我们在终点职位上的两片人 特别是在暴动 它是长期潜伏在我们体制内的 隐藏比较深的两面人 对我们很多工作带来很大的阻碍 它是我们公安民进出身 他也在这个工作当中 包庇了很多民族分裂势力 最后和民族分裂势力 和境外公布势力已经勾连 理应外合 让他们这个势力上不断地扩张 一切都行 就像我说 做了这种噩梦 一种无敌的声音 自己越陷越深 尽管一切都行 从而来 成为了学生 在新疆公司 在永远公司 在罗文治 中文治 那终于1988 但他用了回到他的家居住在厚汤 甚至他曾经有些欣賞 老子和分裂分子 大肆地传播民主分裂和宗教基地的思想 助推这种思潮的蔓延伸透 当时我回到这方面 看看自己能够发挥哪些作用 During a crackdown on terrorists Sherzad Bawodan was wounded and commended as a counterterrorism hero For this, in 2001 he became the head of the Mui County Public Security 这些终究极端思想的偷面人物 可能是主动建设 Sherzad Bawodan chose Ablajang Bakri 他说的话 他讲的一些理念 都是用终究极端思想的内容 在这些方面 有很多情况我是知道的 我第一次去到前面的 我一年有五年就会成为了 我决定的城市 我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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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决定 我决定 我决定的 我决定的 把我决定了 对新疆群众为我所用 他当时咱们称秦斯的哈提普 然后他也利用江津台 要宣扬宗教极端思想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来去真正的伊斯兰教育 我记得我们这个消息后 这个时候咱们某一个前的 宗教极端思想很深 说是什么不让跳舞 葬礼商不能哭 这个国家盖的房子不能住 还有身份证 还有人民币都不能使用 当时我们的一些教经人员 他们有目的的 让他们的孩子送到地下教经店学景 他们给孩子们宣扬宗教极端思想 好多的年轻人走上了犯罪道路 那种谬论蛊惑他们 驱使他们 就是实施这个报告 在2003年 Ablajan Bakri introduced Shirzad Bawudan 到Tayir Abbas A key member of the East Turkestan Islamic Movement Tayir Abbas A key member of the East Turkestan E T.I.M. E T.I.M. 最喜欢有自己的 围绕自己的国家 是糊涂 愚蠢 Connecting with the ETIM Shirzad Bawudan took action 做一任何一件事 你还得一些经济基础 当时我就考虑 这个奥的媒体 老大 老三 两兄弟 作为我扶持的对象 Shirzad Bawudan A kemwa Uzun Yurtta Qarqash Ogan Kent Cilin Qarqash Ki Mishal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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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yirq Ki Ki San Ogan Shirzad Bawudan Şirzad Bawudan Tayirq Zirzad 看到 Bawudan den 日本 这些经济往来的这些四个公司里面只有三个公司 房地产 四路可云 还有加奇山 这三个呢 每个公司就给社大提给分了五十万的部分 经营状况特别好 目前为止就是说每年的分工每年给大家 他需要钱给他拿过去 这些事就这样子延续的 在2011 Shirzad Baodan was appointed Director of the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of Urumuqi police say he secretly supported the spread of extremism the same year he encouraged the brothers to go to Egypt and meet with Tayir Abbas 12年9月份的时候我弟弟通知我他那边老婆送娃娃让我去 召集了将近30个人 这里面呢就是我们原来见过的塔伊尔也在 其中有一个人呢就说为了新疆的独立 在建伊斯兰哈利法国而奋斗 我跟那个阿布莱迪这个谈话的过程中呢 发现说的就是说他跟其中有些人呢 跟他关系特别好 他们呢就是东云组织的骨干 完了以后呢他想加入他们的组织 我说这个塔伊尔当时跟这个西兰哈利认识 肯定西兰哈利知道这个组织的情况 毕竟他在问完干过 不希望我们回去问啊西兰哈利 我听了我觉得他们也是找到 我希望他们能够见到的 或者找到这个组织 西兰哈利说那就对了 你们放心地加入这个组织 他们已经给东云这些人 给了一千多万 西兰哈利就顺便就问 就说我那个 池圆书公司的那个五十万的股份 现在有多少呢 完了我说国分加这个风红 现在有一百二十万了 他说你把这个一百二十万呢 交给塔伊尔那些东云组织的人 让他们当警费 老大老三说 西兰哈利买了一个二百平米的房子给我 我说我现在出不去 那就退休以后 这段时间就给台语他们用 说完这个话以后呢 他就三次地强调 我跟你说 我们跟你说的这些话呢 不要给经历给第二个人讲 要保密 2013年 组织了一个回应 他们号召这个 维吾尔所的这些学生呢 他们还有排一部 非常多 参加AS组织 参加深圳 就是让他们在战争上 顺度训练 以后让这些 往那一部分人回国以后 做一些更大的效果 有些人回到新疆 在将来新疆 要是被解放了 把西兰哈利退为 中特亚斯坦的领导人 推占我成了新疆的东亿 新疆的负责人 见过以后还要成领导人 我很启动 很可笑 糊涂糊涂 他就说 你们在国外活动 在国内呢 要低调 要保持保密 不要有些保安部门 监上 要学会人来 要登机会 police say in 2015 during an official visit overseas Shizat Baodan secretly met with key members of the ETIM twice he revealed anti-terrorism information in Xinjiang and Shizat Baodan had his own strategy 打掉 已经付出水面 已经报道 其他那些 参与 涉嫌 或者讲 一些发展对象 没有这种打击 一方面 它重新形成体系以后 又可以成为我打击的一个好的借口 另一方面 又能保护其中一些 这种结果就导致 这种结果就导致 就履打不尽 死灰复燃 而且这一波体系 打安 它的根 就像割韭菜 割到一茬以后 一茬又冒出来 对爆控分子一种激励 因为我们平时很难发现 但是爆控分子爆控实力 他已经知道 在我们这个队伍当中 有他的意愿 这样的话 他在干任何事 他非常大胆 我们在一个穿透上 我们始终没有看清 这个摄像提的正面目 应该早一点 把它解全对了 但我还是没那样做 没有得这样这样做 我自认为 我的很多做法 也是比较隐蔽 而且重复很深 或者讲很多做法 不容易发现 但是梦总共要醒 那我们首先把我们内部的两面 我们先铲除 你不铲除 你这个反恐工作 你永远会达不到 我们铲除这个土壤的问题 Murat Shaq-Bujang says even the term two-faced doesn't properly describe such persons they are the enemy the enemy in the shadows in 2016 there were reports of errors in the 2003 and 2009 editions of the Uyghur language textbooks for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s an investigation followed Shahida Yusub who worked on these textbooks showed us the problems 这是我们之前做过的图书 这些交材里面有很多问题 当时我删用的是 03版的小学部分的封面设计 以及有些插图的上色 比如说这个组片 这个国徽是东土斯坦的 贡户口的一个国徽 它出现在这个教科书里面 本来就是不对的 这个它是七个月娃儿的英雄一个姑娘 这样的一个虚偶的一个故事 当时的那些汉族的士兵 逼他们 逼到那个山鸭 然后跳那个山鸭跳瓷的 他为了他们就保卫他们的家园 民族仇恨了 对那些学生的 也是一个不良的一个影响 很不可思议 想起来有的时候 我觉得也是特别的害怕 An investigation shows that starting in 2002 the then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Xinjiang Education Department Sadar Saoud set up a special group as a front for criminal activities it included the deputy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the two consecutive presidents of the Xinjiang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as well as two editors with radical separatist thoughts 中想着利用 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 把我的这种民族情绪 甚至一些极端的作物认识 传播给更多的文族人 从思想上控制他们 从下来影响他们 让他们成为分裂分子 2003年要编写 维吾尔玉中小学语文教材 我担任这里去 进出教育课程 改革领导小组组长 我就想机会来了 我就给阿里木江 阿布多尔萨克 安排这些事情 我就多次与他们赏量 向他们交代 变协教赛的事情 他说这次变协教赛 是一次很好的机会 一定要按我们的想法去办 培养我们的接派人 我挑衅了有一能影响的 阿里木江若子 我还将沃斯曼 两人进入变协族 我告诉他们 要在教赛中 多加一些反映民族压迫的内容 主要是反映过去背参的故事 多加一些突厥英雄的内容 特别是反抗国家 最初独立的故事 那么这个教材呢 生产完了以后 发生到各个学校以后 我想 肯定有好多好多老师 接替发挥 完了以后呢 就是一些 山东民族仇恨的一些思想 当 Tayyir Nasir succeeded Abdurzak Sayim as president of the publishing house he continued the editorial policy 当萨达尔和阿林姜 他们拉拢我 向我表录出 接变形教材 宣扬一些 宗教集团思想内容的时候 其实我内心是激动的 也是心里清楚的 美术编辑应该是全负责 他每边工作的 但是到这个灵灸版 这灵灑版的时候 就是他的文字编辑 干涉 就是美术编辑的工作比较多 零三版和零九版 零体教材的责任编辑 瓦尔蒂江乌斯曼和 杨利康若茨两个人 同时担任了 教材编辑者 责任编辑 出生人员 中生人员 然后交队人员 同时担任了好几个工作 所以 这个违反了 教材出版流程 上面领导是一手策划的 他们是执行者 警察说 Satar Saud 行为了一单 以写写写的内容 杨昆 雅昆 Rosi 和瓦亦 杨昆 雅昆 被教材 在2003年和2009的内容 作证实力 杨昆 小学 这个维吾尔尔教材 这个 宋徒到位 宣扬着 半伊斯兰主义和 反途权主义思想 他介绍这些任务 意思就是 让孩子们 要从国外寻找自己的 文化器人和文化各样 这个《03-09-09》问题教材 大量包含了血性暴力 恐怖分裂思想的内容 他想通过改变历史 通过悲屈历史 给学生们灌输分裂思想 讲这些故事 增加民族仇恨 达到分裂祖国的目的 这种教材 来要引导的话 第一 他们的国家的认同感 就是模糊或者下降 第二 他们也会受到 双反思想的影响 教材应该包括那些 国家的 国企啊 国会 国歌 那些内容 这个教材里面 一点内容 关于这方面内容 一点都没有 Investigation found a large quantity of material inciting extremism was included in the textbooks 从2004年 这些文章 这些文章 都用了 地区 并用了 13年 因为他们从小学到高中 一直使用的这个教材 那就是肯定是潜于魔化的 有些人可能是中毒 可能比较严重 甚至到他们就是犯罪的那个当务 不管是起伍事件 还是之后发生的暴力 恐怖事件中的 相当一部分参与者 是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 我认为我们害了这些孩子 我认为我们害了这些孩子 他们这些年代 在意识心态领域 一直搞这个教育 文化 还有宗教 这一块 一直在伺候 新疆暴力恐怖案件 不断上升的原因 和这个密切的有联系 Kadir Mehmed says the greatest danger often comes from the enemy within Kadir Mehmed says In the shadows is being fought on many fronts Kadir Mehmed says ideology is only one of the battlegrounds Surya Mirhadamu was responsible for editing part of the new editions of the 2019 and 2020 textbooks 这是一年级上册的 维瓦文文教科书 上面有国会 国会用维语说是 Dolat Gerbi 有国旗 用维语说是 Dolat Bayrki 后面有 我们是中国人 用维语说是 Is中国路 这是神奇仪式 用维语说是 Bairach Chikris Muratsumi 除了维语 Surya Mirhadamu 说 The Kazakh and Kyrgyz Language textbooks have the same content 我们传递给学生 什么样的信息 想通过这些图片 意识到自己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意识到新疆是 祖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些就在 让学生远离极端思想 让他们健康地成长 成为对家庭 对社会 对民族 有用的人 在学生远离极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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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硝烟的战场 我就是一个特战队员 我通过辨别他们 处理他们 更多地避免青年群体 不要误入企图 让它在互联网上消失 我觉得我们的工作 非常有意义 东云的爆口音是别人 它面向我们国内 特别是新疆 是争取性的 这里面招募的对象 大部分都是青年群体 这个爆口音视频 它具有一些隐秘性 他们把这个爆口音视频 进行一些包装 比如说加密的方式 在一些很难发现的渠道里面 进行传递和交流 同时呢 它有些还进行伪装 它是一个正常的视频 播放到一段 突然就切换到 爆口音视频的画面 Abdueli has been working at the Xinjiang Internet Information Office since it was established in 2013 From his experience The online materials are categorized as preaching, training, making web array and specific groups by women and students 2008年以来 平均每年是十步左右 到了2012年以后 这个上升太史出来以后呢 每年到现在 都是两三百度左右 这个爆口音视频 实际上就是 他们的一个切入点 它采取类似于 传销的这种方式 不断地对受众 进行这个洗脑 洗脑了以后 就参与到相应的 这个爆口活动当中 通过爆口活动 达到以最小的代价 产生最大的影响 最大的破坏 这么一个问题 这些爆口音视频呢 往往它又是披着这个宗教的外衣 来进行宣传 来达到它不可告人的目的 通过这几年的这个观察来看呢 从制作手法上面 他们是专业化 团队化的在操作 由原来的这个 有专门的发布的这个网站 转变为社交软件 点对点的这个聊天软件 像我们这些剪裁硬盘的 这个量最大 然后其次就是用来传输的这个U盘 包括多媒体卡 手机呀 平板电脑 各种剪裁都有 像这些就是我们1415年 在办理案件过程中 收缴的存储 爆孔音视频的存储戒指 他们的内容是从哪 都是从境外下载 像这些就是 很多的这个光盘的一些 存储戒指 都是这个非法宣传的 爆孔音视频的内容 Young people have always been the key recruitment targets 中国人认为了 印象中的 小洋服iri 社区严克思想 治等于是 社区严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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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人的 身份 父母的 但是 太太 後來保護LD 海老地 亚洲 Durkun Yarkun went abroad for an advanced degree 而他 Здесь他 became involved with a terrorist organisation, ETIM 在2019, Durkun was sentenced to seven years for inciting terrorism and other crimes 我心想在恨事時 我心想像這件事 當時我身邊不和我 信仰宗教的人 他就是异类 我现在认为 思想上的这种危害是更大的 你思想上的这种影响 对别人的影响 那是潜移默化的 受到这样的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响之后 这种实现人生理想的这种道路 变成了在这个宗教思想上 以这个为主 去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这样一个倾向 我感觉自己曾经所做的一切都很不值 你能帮助他们做什么样的转变呢 去把我现在的这种认知去讲述给他们 然后使他们能够内心也能有一个思考 通过我们这些教训 大家能够去重新树立自己的一种 对未来生活的新的一种思想 女孩也被招呼 她们都是跟我一样 最初就是好奇 然后就单纯地去念古兰经 但是慢慢慢慢地 她就会就 就是一等加一等地 一级加一级地给你注入 我起初就没感觉什么 然后但是里面的氛围有点不对 就是黑压压的一片 看视频 然后各种训练 然后去什么什么国家那样参加这样的 我一笔子不会回到回来 如果你没有回来现在会是什么样的 现在可能 我人都不知道在哪儿了 她调皮的恨不过宋明的都说了 起初是恨我自己去那里 慢慢地就是听了很多 这以后我就判断出 她们应该就是别有用心的 不然她们不会就是免费地给我去教那些 然后先是用美言美语跟我讲 后来就说你必须穿 你必须做 然后慢慢慢慢地 可能我在那里待的时间长了以后 我可能也会变成后来的那些 就是我恨她们把我们的女儿童子带回来就是 就是有一种被骗了的感觉 然后我就对她们特别恨 她每次给我打电话说 想念我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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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就回家了 我就特别忽悔 生活最大的意义应该是什么 在正确的道路上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我觉得这也是《古兰经》当中说到的 让人们去从善 去与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和谐交往 你敢面对这个事情吗 我完全可以面对 因为 因为我自己已经错了 我不希望更多的人错下去 你不怕这个事情给你带来不好的影响 我不害怕 我许多安定的情节目 我认为这是一开始的谓 我许多说过年 我许多说十字號 我许多说过年 我许多说十字号 我许多说我许多说 我许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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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itting人这一天 问我 成功了 我讨问我 去读病 那一天这一天 我没有退路了 我看到一个人的说不过 我没有了 他们没读吗 他们没有读病 他们已经给了 他们读病了 我了 我对不起 我相信 你跟我 默奕 我说话 我说话 你 他牵逛的孩子已经找到了 他已经知道错了 我已经知道错了 我们新疆的这个反共主义法实施办法了 第七章就是教育管理 第38条39条 就为我们职业技能 培训中心它的存在 培训应该培训哪些内容 用什么样的方式提供了充足的反应 世界很多国家都在这样做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 比方说像新加坡 像英国 它都有这样的方式 帮助教育那些受极端思想影响的人 就包括教培中心 就是一个国际管理 你怎么样去教育转化它 专门出台了网络安全管理条例 对通过网络传递暴力恐怖信息 尤其是教所暴力恐怖的方式方法 这种犯罪 我们把它作为我们打击的一个重点 如果像那些互联网络的平台和网站 如果它不这么做的话 我们就要追究责任 当我们看到一些年轻人 实施这个暴力恐怖犯罪 受到刑事追究的时候 我们就感到其实他们也是受害人 是什么的受害人呢 这些暴孔英视频教所的受害人 他自己没有去实施暴力恐怖 但是他却很快的让别人去干了这件事 所以就是基于他的社会危害后果非常的严重 那么我们国家刑法当中 这一条制作传播暴孔英视频 我们就要追究你的刑事责任 就算我们把暴孔英视频截住了 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不会截住 它还会延伸出很多新的方法 恐怖不过是个手段罢了 所以我觉得它依然是长期的一个挑战 挑战的话可能更多的是来自于境外 境外的这种无形的这种山宣的这一支手 一直对我们境内的群众造成很大的影响 目前我们采用发现暴孔英视频的源头 再对这些暴孔英视频做一些处理 在互联网平台但凡出现暴孔英视频 我们能够做到第一时间发现它并进行拦截 我们原来可能只需要去关注几个点 现在我们要关注这整个面 针对传入境内的这个渠道进行切断 源头上应该是咱们我们开展国际合作 包含这个国家安全之间的合作 通过国家安全之间的合作 挤压这些暴孔组织在国际上的生存空间 只要它这个暴孔组织一天存在 那我们打击暴孔英视频的这个力度就不会浅落 根本呢就是要铲除这种极端思想 让极端思想没有土壤自生 这个才是解决根本问题的办法 这个思念没有发生保留恐怖案件事 我们前期工作的阶段性的生命 我们有阶段性的生命 怎么来自不易 我有两个孩子 但是一年里面 有些三百天 我没办法陪孩子 因为什么 我们肩膀上的任务特别重 我都希望更多的民进的孩子 每天能够跟自己的福气一块体验 阿deel's greatest hope is to walk out of the war in the shadows in a safe and secure新疆 愿正爱撒大地一片阳光 把心底阴霾驱散 小米曾经的困惑彷徨 愿你离何谷的彩虹 尽放在心灵的梧场 愿勇敢地学与熟影 在帕米尔高原自由翱翔 愿蓝天下的新疆 阳光不照余人故乡 看你我永远坚守 美丽的家园 何时安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和我打开心房 愿正爱撒大地一片阳光 把冬日冰雪融化 会聚细流成江河海洋 愿和木草长炊烟 温暖这冰冷的胸膛 不守一圈 愿浪灶桜 而提示何 本腾不细把风流汤吉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